战争的主动权难道是由你来规划吗 由你来规划说战争 人类的战争从来没有说 我放一个擂台 那个您选手上来 我这个选手上来 然后呢我们现在称一下公斤 美国因为要占优势 所以美国是要100公斤 那你中国一定要比我差 你不能派100公斤 110公斤的人 你只能派50斤的人来跟我打 我要打一场不对称战争 有这样子吗 没有的 好那我们就来问了 美国连越南都打不赢 越战打得一塌糊涂 美国在韩战的时候 中国大陆那是武器装备很落后 美国人武器装备强大到不行 然后打得灰头土脸 美国人被打得灰头土脸 韩战打得灰头土脸 自己都说不应该参与这场战争 越战被打得这样子夹着尾巴 跑回国内 北越多落后 然后呢 阿富汗战争 半夜撤走 因为塔利班已经扑上来了 他如果不撤走 美军真的会被歼灭 然后美军脸丢光了 因为坦白说那是真的是半夜溜走的 那他只是因为颜面的问题不敢讲 大家都知道半夜溜走 那就是塔利班已经上来了 好 连阿富汗战争都打成这样子 今天要跟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要打游击战会打游击战 要打不对称有不对称 要打正规战能打正规战 要打大规模的战争 有大规模战争的经验 中国大陆坦白说 台湾很多人的这些说 哎呀他什么几十年没打过仗 我说这些蠢蛋 没打过仗 就不会打仗吗 不是每天在演习 那中印的冲突怎么打的 不是狼牙棒吗 对不对 就是中印的冲突 你看中国大陆连徒手 徒手都能够打死几十个 这个印度人 再讲1962年的中印战争 中国大陆用最传统落后的武器 就直接越过喜马拉雅山 本来要可以直扑 这个印度首都的 再来看越战 中越 中越边界战争 解放军一下子就打到亮山 而越南拥有美军留下来的所有武器装备 还有俄国提供的武器装备 而中国大陆那时候 刚刚改革开放 马上就打下来 那个不会战争 那就是叫做很会打伤 所以我说台湾的那些军事专家 我就觉得他们是专家吗 我就怀疑 好就不想 再来讲美国所谓的专家 你想 假设他说我们划定在台湾这边地方 战场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 有限啊 对不能够再扩张了 扩张会伤害到大家 你说了算了 我刚才就说你刚才那个讲的是有点道 就像一个擂台摆在这 规定你只能在这个翻属的范围内 然后出了限就判处局 是这样吗 因为不可能吧 不可能嘛 但是现在好像是美国想打这种战争 他蠢嘛 那我问你 你的 他不是蠢 他那些太聪明吧 不是 你的船舰从这个普天间基地过来 你的飞机 你的船从横须货军港过来 我怎么不直接把你的这个基地摧毁 因为中国大陆的导弹 可以直接攻打到这个横须货军港 可以直接攻打到这个普天间的军事基地 所以在第一级你美国只要介入的时候 你在日本的所有的军事基地 你只要从日本出一架飞机 派出一艘船 我就把你的军事基地都摧毁 如果你从关岛就是从这个南部 菲律宾这个再往南走 你如果从关岛 因为关岛距离台湾 大概在2700公里左右 2700公里你只要开始往这边走的时候 以中国大陆现在的轰6K 跟它的空中加油机 因为它的运游20都出来了 它的空中加油机 就可以在远程的1500公里左右的地方 把你关岛的美国的军事基地都摧毁 如果你使用菲律宾的 苏比克湾的军事基地 中国大陆可以在南海这个地方 在海南 在这个三沙市这个地方 进行这个地对地的攻击 也可以把你的美军 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整个摧毁 那你的整个军事基地都摧毁了以后 你的武装部队要怎么来 你只能从夏威夷跟本土 夏威夷到台湾多远 你的这个大部队 你的海军跟空军 在这个大海中还没到的时候 解放军都可以在这个海上 在空中 就开始把你的这些基建都摧毁 你怎么样进入这个空域作战 我问你 所以我说美国人这是蠢蛋 那个智商是不知道是多少 因为他可能认为有限战争对他来讲是最有利的 因为这个战争发生在台湾的本岛 那跟这个美国的本土在十万八千里支援 那在这里能够有一场战争的话 对于美国解决内部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只要内部问题摆不平对外出战 那我问你 美国人的直觉当然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有吸引力 美国人又蠢又蠢在哪里 我说美国人蠢是蠢在哪里 美国的社会能够容许他一波的战役 就一波一波的战役死多少人 有限战争美国人不会死 因为在台湾上面打 有限战争一定会死 就是除非美国不介入 你美国的船只要介入我今天炸成一艘船 你一艘船两三百人就死了嘛 你的航母有三四千元 你的航母被我炸成 而且中国大陆绝对有能力炸成你的航母 你的航母被我一炸成 你一下子瞬间死了三四千元 你认为美国的社会能不能承受 就说我整个航母 我一艘航母 我蹦沉下去了 没了 几千人死亡 美国人不是互天呛地啊 那个双子晶大厦死了三千多人 美国人就每天哭啊喊啊 哎呀这杀了我们美国人啊 然后这样子喊了十几二十年 2011年喊到现在 那你这个一次的战争 就死了几千个人 上万人 然后你的战机在这个地方 就被蹦蹦蹦蹦一架一架打下来 然后你的船也被打沉 那你觉得如何 美国人的社会说 我有能力承受 谎话嘛